你明知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你还去追她 是这样吗 她是你们公司里边 最优秀的女生吗 我的优秀评判就两个 第一个外形加上工作能力 叠加在一起综合得分 是 那姑娘 既然你是最优秀的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 你吸引不了她呢 也许她认为你是最优秀的 但可能在你内心当中 你并不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男生 只要不够自信 他一定是管控他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的 女生也一样啊 你也许会认为 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讲 第一 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男人 没有原则的男人 对女人来讲很可怕 因为公司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你却恰恰破坏 你敢于破坏规则 那未来你们两个在一起 他也许也会迫害恋爱规则 所以你没有安全感嘛 他才会在外面那么想表现 亲爱的我想吃这个 我想吃那个 做给别人看 希望告诉给周边所有人 这个男人属于我 没安全感 所以你知道吗 你的女朋友跟你在一起 没有安全感 她越没安全感 你就越在那儿 不停地没有底线 这种状态最后导致什么 导致你们两个在一起以后 他会越来越强迫地抓住你 他不会离开你的 他放不下这份工作 你不要想辞退他 他放不下的 因为一旦他离开这份工作 就代表他离开了你 所以男生你要知道 当你跟你的女朋友 没有安全感 就会让他在这里 无限地作和闹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作和闹吸引不了男人 只会让一个男人厌烦你 我不知道之前你的男朋友 到底是因为讨厌你离开 还是是因为你讨厌他而离开 但至少我知道 你没有能力 或者你知道自己 不足够吸引一个男人 你才会想不停去抓一个男人 所以先把自己打造了更优秀 离开这家公司 是你要做的 而不是他要做的 自己离开 去找一份属于你 自己认可的工作 做好了 让他主动过来找到你 这样你的爱情才可以长久 否则的话 你早晚会被他 卡掉 谢谢小康老师 许总 你说问你个问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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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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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夏大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